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有一个判断 既然川普没有通俄 为什么要干预司法 那么川普有他的解释 民主党有他的解释 川普的解释 包括司法部长解释说 川普为什么想撤换特别检察官穆勒呢 因为他知道穆勒跟奥巴马跟科米是一伙的 这个人不适合当检察官 你可以查我 但是你不能让他查我 民主党解释说 你其实是通俄了 你怕穆勒把你查到了 那问题是一个矛盾的结论 既然没有通俄 何来的干预司法呢 干预司法是不是穆勒特别留下的一个侧门 让民主党可以在2020的选举发生之前继续来攻击川普 那么从法律角度 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事实上原来这个整个的案子 大家把它取名叫通俄门 但是呢 其实目前来讲 穆勒特报告出来以后 真正的重心有一点慢慢慢慢的 往这个所谓阻碍司法调查上面移动 因为穆勒特报告在这个通俄上面 好像做了一些结论 他起诉了一些俄国的单位 对 但是实际上对美国这边认为 有没有所谓的依谋 两边是阴谋的这个合谋啊 有没有勾结 这个勾结方面 他没有做正面的 就是积极地说有这个 他等于说没有 最少我查的没有 但是后面这段关于指外司法调查 他开的是个门 而且他现在最近也写过一封信呢 看起来有这个表达这个意向的意思 就认为这个司法部长的表述 这个事情没有完 那么因为司法部一直有一个所谓的policy政策 就是说我司法部是行政系统底下一个单位 我不能去调查 然后我司法部起诉总统 因为这跟你组织的理论是相违背的 但这并不代表这里就没有所谓 犯了这个所谓阻碍司法调查的这一条 至于说阻不阻碍司法调查 他不是光是要去把这个Muller换掉 他的问题是叫人家不要去调查一个 他当然每个被调查人自己都希望自己是清白的 可是别人没有经过他的调查 他不知道任何人是清白的 所以你在这时候把它停掉的话就是所谓的阻碍司法调查 如果你从严重的角度来谈 试图停掉的话也是阻碍司法调查 而且司法调查还不是说你attempt 不是你企图去做 你只要做出这个事情来 那么就已经是 不管你是尝试去做 有没有所谓的未遂 是不是做到了 他不是不查到这里了 你已经做了就是阻碍了 但是律师 这个司法的概念不是十分清晰吗 比如说我们控告一个人说你试图谋杀或者你谋杀 这是一个很黑很就很黑白之间的问题 检察官为什么没有对川普有没有干预司法下一个定论 我认为他留下了一个门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方面他到了后来这个整个调查的在政治上的风向 这些问题大概都有影响 但是他的结论并没有把这个门关死 那么所以对民主党来讲 本来是有很多人要从这条路去走 那么现在会不会走 那么因为政治的情势 所以佩洛西他是没有去从这个所谓impeachment 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很多民主党的言论是认为说 这是已经到了 民主党内部本身对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足够弹劾川普了 但是佩洛西这些所谓的建制派认为不行 他总是先把他这个安抚住了 那么他甚至说他说他 doesn't deserve it 他认为说不值得我们去impeach他 这都是文化这讲话的东西嘛 不是实际上的东西 那么所以现在国会还在继续去 所谓的这个传讯 还要这个证据 要这个没有经过reduction 就是一个全版全文版的这个末论报告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因为政治上 如果川普是强势的话 这些东西就很难取得他的这个所谓动力 如果在政治上 现在唯一的我们分析起来认为可能的 只有在中美像中美贸易这种层级的问题上面 造成股票市场的一个大的震荡 震荡到很多人觉得 影响美国经济 认为说他的整个的这个equity缩水了 他的实际的这个这个价值 是已经缩得很厉害的时候 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有动力的事情 所以政治其实还是跟着经济跑的 就是经济问题走在前面 如果经济非常好 有很多的事情就被认为是小事情 可是经济问题很糟的时候 小事情都有可能变成大事情 在政治的风潮之下 所以目前这个事情来讲 关于所谓这个有没有阻碍司法这一点的 目前还没有门还没有关起来 这个话题还可以延续下去 川普要是想把这个通俄门这个阴影 包括这个是否干预司法这个阴影 彻底给去掉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 国会的共和党已经在行动了 就是对通俄门调查的来源要调查 司法部也在调查 那么据说司法部要在五月份之内 公布这个结果 如果这个结果公布之后 那么民主党对川普的道德上的攻击 能够停止吗 这个停止与不停止 其实讲实话 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通俄门停止了并不表示 川普没有其他的问题 只是说这个议题是发效比较快 而且这个影响层级比较高 那当然最重要的目标 自命是直指选举 所以说只要通俄门能够查出一点蛛丝马迹的话 那么对川普下一任的选举 就有很大的挑战性 这是民主党着眼的地方 那至于说如果说一开始 整个通俄门的调查 就可以确定是民主党 是这个欧巴马跟希拉蕊 内部早就指向的一个目标的话 那让他整个通俄门的立案 就没有正确性 那当然这样子再查下去 可能会比较困难 那就会引爆另外一颗政治炸弹 就跟水门事件差不多 就是一个现任总统利用行政资源 对自己的政治对手做了某些动作 所以说现在目前共和党想要反制的方式 就是从他的来源来查 那可能他当时查通俄门的起点开始 就已经不正确了 那就已经是预设对手要打击这个竞选对手的方式 那这就是整个共和党反击的策略 但是相对来讲我看到目前整个第一任的任期到结束 可能对川普整个通俄门的调查都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至少目前看下 现在美国民众相信通俄门的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也是CNN纽约时报这些所谓媒体他们自己的看法 那讲到对川普的这个道德上攻击可能不会起什么作用 那正如相律师刚讲的 其实关键还要看这个经济指数 但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留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在国会里边 共和党跟民主党可以说的斗争是白热化 但是这次美中双方的贸易战 似乎民主党是站在川普的一边 那么我们刚讲了 美中双方贸易战很可能会影响美国的经济的发展 那么如果民主党站在川普的一边 是知道贸易战打下去 美国经济会受到重大的伤害 还是基于美国的国家的基础利益 民主党必须跟川普站在一起 相律师怎么看 因为整个的贸易战 现在美国的民众在贸易战之前 或者说川普担任总统之前 很多人在经济上受到了一些损害 特别是这个所谓的普罗大众 这一般的比较低收入的 或者甚至于说没有这个大学文凭的这些工人 那么他们认为他们的经济上已经到了 就是山穷水尽的地步 有的人认为 所以这个时候川普作为一个他们的一个拯救者出现的 所以这也是他原来的权力基础 那么现在这几次 尤其到了上一次的几个经济数据 因为对川普是非常有利的 包括GDP 包括失业率的降低 这都是几十年来的没有的好数字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本来美国的这个人 一大部分都已经偏向于这样子的经济政策 就等于说他偏向这样的经济政策之内 之后他要去容忍川普的一些讲话 那些方面他就容忍了 但是下面这个呢 这一次的这个所谓在中文贸易谈判当中 这个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习先生这个好像是临时说我不能够接受了 要返回了 这个时候是造成了股票市场的震荡 这不是小额的调整跟什么 在很多的 600多点 很多的这个投资人跟这个所谓这个拥有这个股权的人 心理上是有这么一个担心的 就是说万一这个股票市场给砸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发生了大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他就会认为这个政策是有问题的了 因为川普这个反应非常 其实讲难听非常的僵化的说 一开始说我是个terriffman 我是个征税的人 后来说你前面的我给你百分之十 后面说百分之二十五 两千亿的部分我让你让你延展时间 但是就是他宣布不是一个星期五 说我要让你加到百分之二十五 再下面他说你三千两百五十亿的 全部要全部加到二十五 那几乎就是全部的产品了 所以这个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而别的国家也有人担心这个事情 包括亚洲的国家 包括欧洲的国家 如果大家都担心这个事情 整个的经济会造成一个crumble的这个效果的时候 美国的股票市场真的受到一些动摇的时候 shaking了在那动摇的时候 那么会有变化的 所以现在民主党赌的是道德 川普赌的是经济 那么接下来美国总统选举 还会有很多很多新闻 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请两位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020的总统选举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 今天非常感谢明星兄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那么当然我们也非常谢谢江律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批判十四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投票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